从小就告诉我 立东后一定要多给家人喝这个汤 这是一位98岁的老爷爷分享出来的做法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萝卜去皮 先留起来备用 然后把它切成细丝 再切成厚片 四个顺产的公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下入锅中 煎至两面金黄 再根据我嘴巴的大小切成块 锅中油热 炒香葱姜蒜 下入白萝卜丝 翻炒至断生 不知不觉我已经连续分享了三千多道家常菜的做法 一直都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然后下入鸡蛋 有条件的加满102度的开水 扣盖炖5分钟 然后放上几片优质的头层腐皮 一大包就可以用很久了 配料表也很干净 还可以用它涮火锅 炒菜 包肉卷都很好吃 现在下单价格也很美丽 最后加盐胡椒粉调味 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 这样炖的萝卜汤 汤鲜味美又营养 还没有喝过的家人们一定要收藏 做给家人尝尝吧